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巴刹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梦石 对于很多粉丝不知道五福就是童梦石,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说明这个看剧还不会很认真 那就是你眼睛那么多的,这时代代表你出来的 去搜演员表啊 这剧里的五福和现实中的童梦石有什么区别呢? 现实中的童梦石可能表情会比较多一点 你如何养过你这些男人的角色? 近期是五福,因为他正在播 那播养过的时候? 那在说完的时候 生活中你需要一个像这样小猪竹一样的人保护你吗? 我其实倒也不希望,我希望成为小猪竹这样的人 能够这个形象,你这些男人演过的形象给你的最大不同的感觉是什么? 最大不同的感觉就是拍打戏非常的辛苦 对于你有什么帮助的收获? 帮助就是五竹播出之后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还有一批认可我的人 然后有很多和五竹感同身受的一些观众 能够理解到五竹这个所谓的AI的一些情感 我觉得这个温暖的高冷大侠形象 因你全部温暖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吗? 希望你能够支持小猪竹 就像叶青梅对待小猪竹那样 顺带支持一下石头头梦石 你觉得是这个形象成就了你自己还是自己成就了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成就了我吧,谦虚一点 粉丝叫你神套小猪竹 说你觉得粉丝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可能就是粉丝想让我占他们便宜吧,叫我输 那叫你小猪竹呢? 那可能是想占我便宜吧 以叶青梅的口吻来叫我 那你更想被叫什么? 都可以,粉丝开心就好 你对内心有什么想眼镜像吗? 其实我感觉我演那种特别暴躁,特别外话的人物 并不是那么受大家喜欢 反而我演这种比较内向内敛 比较收的一些角色 反而能够收到好评 那我在想要不要 要不要进阶段先把这种类型的角色站稳 我还在思考 你对哪想说到什么样的形象? 我想多接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 那你觉得青梅年是什么? 青梅年就是 武装嘛 不是 不是,古装剧 就是比较那种 比较偏喜剧风的古装剧 刚接触到这个被蒙真眼镜的角色 你当时的内心想法是什么? 我内心其实很开心 因为化妆时间比其他演员要短很多 我化妆20分钟做个头发打个底就好了 不用划什么眼线啊,眼影啊 你喜欢眼线代艺还是服装剧? 可能是因为我演古装比较多 然后觉得自己更游刃有欲 那古装剧就是由你脱发给你老婆? 最近真的还有点 但其实我头发的又黑又硬 还是能够再任她折腾一段时间吧 那一夜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 跟朋友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啊 或者是看她内容 那你是那种网民还是吃火吗? 呃 就差不多反正 差不多 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 最讨厌的事情 被放鸽子 那你最喜欢的事情呢? 放别人鸽子 那你最喜欢的事情呢? 挺讨厌的 如果有可能 你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我希望自己变成 变成我自己 就是想要成为的人吧 每年都给自己定了 定了什么目标 或者是每个阶段 都让自己完成一些 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去学习 你2020年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回到2019年 年轻的时候 这是愿望